车内放牙膏 打死想不到 为什么有经验的老司机 都喜欢在车里放一管牙膏 你以为是为了好玩吗 你错了 其实啊 牙膏的作用还多着呢 第一 咱们的车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划痕 其实 它最怕牙膏 咱们只要把牙膏涂抹在划痕处 用毛巾来回擦拭均匀 这样就可以省下去修车的冤枉钱 第二 雨天开车时 后路镜上很容易积水 这样开车非常危险 咱们只要把牙膏涂抹在后劲上 用毛巾擦拭均匀 这样后劲上就再也不会积水了 第三 雨刮片悠悠以后经常刮不干净玻璃 开车非常影响视线 咱们只要把牙膏涂抹在雨刮片的胶条上 用手指抹匀 这样玻璃就会被刮得干干净净 第四 发动机舱里面经常进老鼠 很容易咬坏车上的线路油管 咱们只要找一罐薄荷味的牙膏 把它涂抹在发动机舱里面 这样老鼠就会远离你的爱车 怎么样 牙膏都没有用你知道了吗 我是松哥 关注我 这里还有一千个骑士支持